哈喽,欢迎来到关于《舍不得德文有哪些讲法》的第二个影片 也就是说我们讲的是第二个情境 这个情境我们要讲到的意思是什么 也就是我舍不得花一笔钱 我舍不得花这笔钱的那种句子,那种感觉 德文有哪些讲法呢 我基本上有两个不同的讲法可以这样说 来让你们知道一下可以如何表达 那么我们在德文里面第一种讲法是关于 值不值得这个意思有关 也就是在德文里面这个值得或不值得这么说呢 也就是,Das ist es mir wert 这个对来说是值得的 Das ist es mir wert 它的否定是,Das ist es mir nicht wert 这个对来说是不值得的 如果你想要说,把这个 mir省略掉 你可以啊,Das ist es wert,这个是值得的 Das ist es nicht wert,这个是不值得的 那么现在如果你想要把那个钱放进去的话呢 你就可以说,Das ist mir mein Geld nicht wert 也就是说,这个你看到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它的条件跟它的价钱就是相比较的话 你觉得你有点花不下去 就这笔钱你觉得不值得 所以就是说你舍不得花这个钱 Das ist mir mein Geld nicht wert 那么现在呢,如果你有提到具体的产品的话 比如说一个T-shirt,这个T-shirt就非常的贵 比如说40欧元的话,那你就可以把一个T-shirt 放进去这个句子就说 Dieses T-shirt ist mir das Geld nicht wert Dieses T-shirt ist mir das Geld nicht wert 你可以说, ist mir mein Geld nicht wert 没有问题啊, mein Geld,我的这个钱 我 das Geld,这个钱都可以,这个情况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是用产品具体的说法放进去 Dieses T-shirt ist mir mein Geld nicht wert 那么你也可以把那个价钱放进去 变成说,Dieses T-shirt 比如说刚才是40欧元 Dieses T-shirt ist mir keine 40 Euro wert Dieses T-shirt ist mir keine 40 Euro wert 我们来否定 40 Euro,这个名字用 keine Dieses T-shirt ist mir keine 40 Euro wert 所以这个是关于 知不知的,das ist es mir wert 这块的奖法,现在来到第二个奖法 我们需要一个 Gern的否定 Gern有可能,已经学过 还蛮有可能学过 也就是很乐意的去做一件事情 不只是说很喜欢做一件事情 也就是很乐意的意思 不乐意的,也就是不甘心的 也就是ungern,ungern 它其实是连写的 一个字,ungern etwas nurungern machen 也就是很不甘心的去做一件事情 也就是我们可以联想到那种舍不得 你就是舍不得花这边钱 因为就是不甘心的意思 对不对? OK,那现在有相关的一些讲法 我们看一下 你就可以说 das zahle ich nur sehr ungern das zahle ich nur sehr ungern 我只是很不甘心的 花这边钱或付这边钱 这个是第一个讲法 当然同样的你可以把 T-shirt放进去 你就可以说 Für dieses T-shirt Für dieses T-shirt zahle ich nur sehr ungern 40 Euro Für dieses T-shirt zahle ich nur sehr ungern 40 Euro 那么 40 Euro 单独讲也可以 没问题 当然也可以 所以就是说 例如说这样的话 da für 其实更强调出 对这件事情 会比较 比较顺一点 更说一点 更常听到这样子 Dafür zahle ich nur ungern 40 Euro Nur 也可以说 Dafür zahle ich ungern 40 Euro 这个 nur 也有 这种情况 这种句子 也就是帮我们 强调出 知识或只有 很不甘心的 Nur ungern Dafür zahle ich nur ungern 40 Euro 所以现在 有这两个讲法 跟 zede Dafür zahle ich nur ungern 有好几种 句型 是有可能的 可以让你们选择 你们想要强调出 哪一个名词 哪一个单词 或者是 你们想要省略 价钱 或者想要省略 这个产品的 具体的名词 都可以 所以现在 希望 会比较容易 对你们来说 比较容易 可以讲出 这种舍不得 花一笔钱 的感觉 而且都关于 舍不得 还有几种讲法 我当然也想要 想办法 拍 在 多拍几种影片 让你们 多了解一下 德国它有哪些 情境跟选择 非常好 我们在下个影片见 感谢你们 按赞 点赞 感谢你们分享 然后非常 欢迎你们留言 请不吝点赞 点赞